就在等你们来救我 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 喊光我听到你们外面有人说话 我就不停地喊救命 没声音了我就不喊了 我就流着力气 我也坚持着 我现在还合着我很高兴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为我担心 我在里边我会自己保护我自己的 你们来救我 我很感谢你们 大家都挺关注你的亲人在外面的 不可能我妈妈来了 我还说不要告诉我妈妈 这位坚强的女孩子 跟救难人员侃侃而谈 还提醒救难人员不要让妈妈 知道她受困的情形 令人感动又心酸 而最后在救难人员的努力之下 又经过了六个小时 总算把她救了出来 也顺利跟外面交集等待的母亲团圆了